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关键字中的最后一个类型 叫做类型修士符 那么类型修士符怎么理解这个类型 它首先我们说这个类型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在上面 所讲的数据类型和自定义数据类型 也就是我们C元编辑限制内存大小的类型 但这个类型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数据类型中如果我们只是定义资源的大小的话 只是资源大小的定义的话 那这个资源并没有完全的描述完 同时这个资源在哪里 其实也就是类型描述符给我们所要做的一个规范 所以说对于资源的属性中 资源属性中位置的限定 那么就是由我们的什么类型修士符来描述的 那么有些同学不是很理解 什么叫做资源的位置呢 那么在我们比较常用的分类中 就是我们在说我们的资源分类中 比如说我们还是一样 CPU在这儿 然后我们的内存在这儿 那么内存资源中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就与内存作为举例 内存中我们不说它的一个物理上的线性地址问题 首先先说它的一个属性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段内存是可读的 然后呢但是不可写 有的段内存呢我们认为是可读可写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定义一个 比如定义一个空间 比如定义一个char空间 那么定义char空间的时候 那这个空间我只是告诉你这个空间的一个什么大小 但是有没有告诉它在哪里呢 那么在这个内存中的一个限定位置 其实就是由我们类型修饰符所描述的 那么只是平时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并没有让大家在这样的写法的前面 再定义一个关于它位置的一个定义 那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 首先我们先提一个O2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在C元编辑器中呢 经常写的什么charA intA 其实就是我们的O2char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就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自动变量 所谓自动变量 就是它就是在普通内存可读可写空间中分配的一个区域 那么如果说在这样的代码中 如果是在一个大括号里头 就是我们的这段代码 如果是在我们所说的大括号里头 大括号里头 那么我们的这个A的D字 我们就认为它是在什么呢 在我们的占空间 这个占空间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体会 或者说我们有些东西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 反正这个空间目前是什么 可读可写的 而我们像regist 那么这个关键字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这样的变量放在哪呢 放在寄存器中 而不是放在我们普通的这样的内存 当然regist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关键字 一会儿我们来单独来说 好 所以我们先有一个基本概念的认识 就是说类型修设服务 其实就是对资源存放位置的一个限定 只是这样的限定呢 我们在平时可能并没有在意 但是如果说作为我们嵌入式开发工程师来说 内存分配的一个具体位置 实际上跟我们某些代码和某些执行流程非常有关系 比如说大家手机开机的时候的一些画面 那这些画面它肯定会有些素材会存在一些地方 那有些时候呢 我们是希望它放在一个不可写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的机器的启动画面是不可以被别人修改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能都会对内存存放位置 包括一些资源存放位置进行一个限定 那么不管是硬件上来做 还是软件指定方式来做 那么这些都跟我们类型修设服务非常相关 而我们C语言在以后 尤其像偏向底层内核编程中 或者驱动编程中 那么类型修设服务会大量的使用 所以说呢 对于初期阶段 我们不要求对类型修设服务有一定的很深的理解 但是随着我们课程的深入 大家对类型修设服务应该要进行一个 比较深入的一个总结才行 好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组 O2 O2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是我们默认 就是默认的情况下 默认情况下都会实现的一个关键字 那么这种关键字呢 目前来说没什么可说的 也说我们平时实现的 Int A 什么Char或者Lang B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O2类型 O2类型呢 你可以这样认为 其实它就是个占位服务 主要是编辑器来帮我们解释这个 A到底在哪的时候呢 有一个默认值而已 这个默认值呢 我们一般来说默认情况是什么呢 分配的内存 分配的内存 分配的内存怎么呢 都是可读可写的 可读可写的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呢 如果说我们是在大括号里头 大括号里头的 那么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所说的占空间 这个区域啊 如果在大括号里头 这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头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占空间 好 这是我们关于O2 所要理解就可以啊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不写 都是默认就是O2 所以O2几乎我们很少能够用得到 或者在代码中看到它 好 那么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regist regist呢 我们一般来说怎么来区分呢 其实就是这样来写 我们写成int a和regist a 记住啊 regist后面也得跟个int a 那么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那么根据上刚刚我们说的啊 实际上上一种写法就是O2 那么这个指的是a 在我们可读可写的内存上 而regist的这个关键字呢 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叫什么 叫做寄存器 就是限制 限制变量定义在什么 寄存器上的一个什么修饰符 那么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 int a的前面用regist的去修饰它 那么这个a还在哪里存上呢 其实我们要这样认为 它就不在我们的什么内存存上 而是在寄存器 那说到寄存器 我们先有一个明确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内存 内存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更专一点 叫做存储器 存储器 或者外存 或者是内部存储器 都叫存储器 然后还有一种概念呢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寄存器 那这个什么意义呢 这个在我们嵌入式开发中呢 其实也是非常关心的 那么我举个例子 还是看一个图 我们的内存可以认为是这儿 我们的CPU呢 假设放在这儿 那么我们说最终的运行结果 是不是CPU直接在这个地方操作呢 并不是 它是把什么呢 它是帮我们把我们内存里的数据 想办法转移到我们CPU内部进行操作 而CPU内部中呢 我们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些什么呢 一些零零闪闪的 相当于我们的工厂 或者说它这个效率非常的高 CPU呢 直接访问它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 那如果说我们说不想访问它 因为我们 我们不想访问它 如果访问这个外面的内存的话 那么我们会发现内存的访问速度 会非常非常的慢 当然相对什么 相对这个寄存器来说 相对寄存器 这个圆圈就是我们所说的寄存器 这个方格就是我们的内部存储器 那远通说那很显然 那个当然是寄存器是不是越多越好呢 确实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 咱们在大家买那个CPU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英特尔CPU中经常推出这么几个概念 Curray系列 然后奔腾系列 还有赛阳系列 那其实你会发现 好像频率很多频率可能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差距会非常大 比如说你可能买奔腾系列 买那个赛阳系列呢 可能也就三百多块钱 但是你要买奔腾系列可能要五百 买酷尔系列可能要七百多 同样频率 什么原因呢 就在这个地方的寄存器 也或者说称之为它的CPU缓存器 随着这个缓存器的增大 那么我们的价钱会翻倍的增长 翻倍的增长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有些时候选行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的CPU 你要不计成本 当然你的寄存器越多越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那个运行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这个快慢情况 现在我们没法直接的给大家看 那么以后我们板子拿来过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程序放在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运行一下 同样的程序 你明显能够看到这两者的区别 那么这个区别不是说一个十倍 两倍三倍的关系 它可能是很多 可能五十多倍 或者是一百多倍的一个 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呢 大家要明确 那当然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肯定是A放到寄存器里头 比A放到内存上 A访问的效率是比较高得多 对不对 所以说regest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当我们会发现这个A啊 太平凡了 使用的太平凡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考虑 那么是不是把它放到寄存器里头 让它访问 比我们放在内存上 是不是要快得多 所以这个是regest的第一个初衷 就是说它可以干什么呢 它可以定义 定义一些什么呢 快速访问 快速访问的什么 变量 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 它是快速访问的一个变量 然后当然有用 那好了 那以后我定义任何程序 全部加上regest的 这样我们的程序 不是更快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那我所有都加进去 我的CPU本身寄存器 是有限的 那我怎么处理它呢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又要说明一个问题 regest呢 是一个中看 不中用的一个关键字 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我们这样写 那是不是编辑器一定会把A放到寄存器里呢 那这点我们要明确 就是说编译器 编译器会尽量的 尽量的安排CPU的寄存器去描述这个A 或者说去存放这个A 但是如果说如果寄存器不够了 就是我们这个程序 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程序 已经那个可能之前的寄存器 已经都有它的意义了 我没有再也没有多余 空余的寄存器为这个A服务了 就是寄存器不阻止 不阻止 那么怎么办 那么A还是放哪 A还是放在什么我们的存储器中 存储器中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 regest是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肯定的事情呢 我们说不是的 我们说不是的 所以这个呢 也是C元在设计的时候 应该说也是留下了一点遗憾 就是说这个regest 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只是尽量的去告知编辑器 我们尽量安排 但如果确实不足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那么既然说到这儿呢 那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再提一点 寄存器有没有地址 这一点呢 实际上在我们学寄存器 组成原理的时候 我们也可能明白 就内存啊 要想找到它 很简单 只要知道一个所谓的什么 门牌号 也就是说我们的 比如说100 那我们就能找到内存的这个具体内容 但寄存器 我们说一般来说 CPU的寄存器呢 都是一些特殊字 比如说我们ARM就有什么 就有R0 什么R2 R5等等 这些来操作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对于Regist的这个变量 一旦定义Regist的这个变量 那么我们再取地址 取地址这个符号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符号 对什么呢 对这个Regist 是什么 不起作用的 不起作用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定义这样一个 一个变量过后 我再对它进行一个取地址 那这个时候编译器是不干的 因为它不知道 虽然说你在运行 虽然说你这个时候可能放到存存器 但是我们编译器之前是不认识 你到底在不在这里头 所以说你对它进行取地址 是不合法的 或者说直接编译不过去 编译器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因为你告诉你 我尽量用寄存器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尽量按照寄存器来变 所以这个符号对于A来说 是没不起作用的 好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大家主要是把这几个点 一定要搞清楚 对于Regist 我们这直接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 一个简单的 int A的前提下 加了一个Regist 然后呢对A进一个负值 我们看看A是多少 当然这个值没有什么说法 因为这个我们顺便说一下 这个是16进制的一个长量 对吧 整形长量 负到一个什么整形值 那么肯定是内存的什么 足以拷贝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printful呢 确实用什么 百分之低 也就是说按实进制的方式 去看这个二进制内存 这个16进制内存 其实是二进制 对吧 然后呢 那么它的结果肯定是 肯定还是实进制的形式 打印给我们看 对不对 所以还是16 所以这个问题不大 那么我们编一下 运行一下 好 运行成build 16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想给大家演示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我不小心采用了一种方法 就是用对A 想看A的地址 它的实进制是什么样子形式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看 它会出现什么情况 好 大家看 GZ一编译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非常明显的提示 它说 而的dress of regist 是request 也就是说 对于A 我们这样一个regist的变量 对它取缔值 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是拒绝的 是没有这种请求的 所以对于我们所说的 regist这个关键字 大家一定要小心 那么当然这个 这个关键字呢 在平时我们工程中使用的 一般都是一些限制制服 就是说告知制服 就说尽量的 说明这个A 访问的频率特别高 那么我们尽量就把它放在寄存器中 只是这样一个 但究竟放不放 不敢说 这个 所以C元的reject 功能并不是特别强大 但是呢 它主要是给我们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时候 带来一种思想 原来A访问比较频繁 所以说这个reject 大家需要理解到的